哎 鸡仔 手作业了 快把你的语文作业交上来 鸡仔原本正在和锤彻打闹 听到这话顿感不妙 这时他想起来 自己的作业压根儿忘记写了 哎 你等会儿 我找找 哎 鸡仔 你根本就没写吧 哎 嘿嘿 这都被你发现了 鸡仔 你快点 就等你一个人呢 别急别急 我再找呢 这时 锤锤正好进来 哎 蛋蛋 老师叫你呢 哎 好 我这又去 鸡仔 别忘了把作业交上去啊 啊 差点暴露了没写作业的诗实 嘿 你小子怪幸运的啊 难道你就是那条漏网之鱼 啊 漏网之鱼 嗯 对啊 你就是从老师的作业大网里 逃过一劫的那条鱼 据说春秋时期啊 靖香公打败秦国 俘虏了好几个将领 靖香公听自己老妈说 冤仇一解不一解 就放了三个人 啊 这怎么行 这不是相当于给敌方放水开挂吗 是啊 但是等靖香公醒悟过来 这几个人已经跳进打鱼的小船逃走了 就像那些从鱼网的破洞里露出去的鱼一样 你说这个靖香公脑子有炮吧 敌人的SS2被我捉了 还能放跑 好 靖香公的手下也是够倒霉的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不过这么说来 我也像这几个SS2一样幸运啊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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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件事可不一定哦 垂垂话音刚落 淡淡就像一辆高速列车一般冲进教室 一把抓起鸡仔 鸡仔 你怎么还没叫作业 老师让我带你去办公室 是否不失货 失货躲不过 我最终还是没有成为那条漏网之鱼 温馨提示 从网里漏走的鱼确实侥幸 但这样的靖儿少之又少 在生活中 千万不能抱有这样的侥幸心理 而是要增强自己的本领 避免自己成为那条 等待渔夫来打捞的鱼 才是上上之策 我是你的随身小百科锤锤 我们下次再见咯